Hello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缅甸的涛 这几天在缅甸仰光每天都会有中国工厂被人纵火打杂 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7家中国的工厂遭到破坏 我们中国人在缅甸仰光开的工厂呢 90%以上的都是集中在烂达亚工业区 自从在烂达亚工业区的中国公司呢 受到破坏以来呢,很多在中国工厂工作的缅甸工人呢 也是担心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是纷纷辞职回乡 很多居住在烂达亚工业区附近的民众呢 也是担心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也是呢,纷纷逃离这个地方 然后呢,搬到市区去居住 现在所有在烂达亚工业区的中国工厂呢 都属于关闭状态 为了中国人的安全着想呢 目前在工厂工作的中国人呢 都纷纷转移到了这个市区的宾馆居住 目前呢,宾馆还比较安全 没有发生袭击中国人的事情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中国人呢 留在工厂值班 以防呢,工厂再次遭受到破坏 目前呢,缅方呢 已经在烂达亚工业区呢 加强了这个安保力量 从3月15号开始呢 缅甸国内的移动通信网络呢 无限期关闭 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手机呢 只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 虽然现在还没有关闭固定安装的WiFi网络 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 此后,缅方呢 会完全中断手机信号 关闭所有的网络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有危险的时候呢 就不能及时的通过手机网络来寻求帮助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隐患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